三国时期的军师诸葛亮备受人们敬仰,他的才智和能力深深的影响了这个时代的历史进程,从被刘备三次请求加入他的势力开始,诸葛亮一直希望能够为刘备尽一份力量,他的一生中,他设计了许多令人赞叹的计策,其中最著名的要属草船借鉴,也是经过这一次事件,周瑜也被诸葛亮的才智所折服,认可了他的谋略之才, 周瑜承认诸葛亮的才能,并向他表示钦佩,由此草船借鉴这个故事不仅仅是一段著名的历史事件,也成为了诸葛亮智慧的象征,那么草船借鉴具体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? 为何当年曹操击退诸葛亮船队的时候没有想到使用火箭呢?草船借鉴在三国时期,蜀国丞相诸葛亮面临着曹魏不断进攻的困扰,而箭矢却严重匮乏,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,他巧妙的制定了一项独特的计策,被称为草船借鉴,诸葛亮深知自己的实力无法与曹魏相比,因此他需要借助他国的力量, 于是他决定向江东的孙权请求支援,借兵器解决见识不足的问题,为了使孙权理解并认同他的请求, 诸葛亮派遣使者带着一封书信前往江东与孙权会晤,在信中,诸葛亮巧妙地表达了他对抵挡曹魏的信心, 并提到自己即将施展一项神秘的计策,他对孙权说,他已经具备了抵御曹魏的实力, 但只缺少见识,这封信起到了很好的效果,增强了孙权对界联合的理解和认同, 孙权同意支援蜀国,并派遣将领率领精兵数万前往, 而诸葛亮则开始筹备自己的计策,他深知曹魏的侦察非常严密, 为了避免被敌人察觉,他选择在临近大雨的时候展开行动, 诸葛亮指挥部下急速修建起一条横跨长江的桥梁,成为一个稳固的通道, 这座桥并不是普通的木板,而是由一艘艘草船构成,草船桥的上方, 诸葛亮下令将大量的箭矢绑在每艘草船上, 渐渐朝上,为接下来的计策做准备,草船桥建成后, 诸葛亮亲自带领精锐部队过江,来到曹魏的阵前, 他派遣使者放出信戈飞往江东,告知孙权准备行动, 接着他下令士兵激起大风浪,摇晃草船, 使得绑在船上的箭矢一掉落,堆积如山,曹魏军士看到这一幕, 误认为蜀军有了大批的增援兵力, 便急不可耐的展开了进攻, 同时,诸葛亮也借助水势的力量, 越来越远,这个意外的袭击让曹魏军队洗上眉梢, 认为自己的攻势已经起到作用了, 最终,诸葛亮成功的借鉴给了自己, 解决了箭矢匮匮乏的问题, 并为蜀国争得了宝贵的时间和胜利, 草船借鉴的计策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段著名历史事件, 这个计策的成功,除了诸葛亮本身的智谋与胆略, 也与他精心的计划以及部下的勇气和智慧密不可分, 诸葛亮巧妙地通过草船, 将曹操的箭矢转嫁到自己的船上, 成功地将箭矢借给了自己, 在江面上制造了扰功, 让曹魏军队陷入了混乱, 最终制造出了一个奇妙的胜利, 草船借鉴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其高超的战术水平, 更在于其被发在中国文化和思想领域内, 成为智慧的无穷魅力之一, 其实不难看出, 草船借鉴是一段充满智慧和智慧的历史故事, 是一种充满策略和机制的军事手段, 通过它, 诸葛亮成功地解决了蜀国面临的困难, 挽救了整个蜀国, 然而故事当然就是故事, 其实这个故事大部分有其演绎的成分在, 因为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, 那时候的箭矢很大程度上无法被多次回收使用, 其次就是因为按照故事中的叙述, 曹操使用了15万支箭进攻诸葛亮的草船, 而命中的箭矢数量竟然多达10万支, 这个命中率在大悟的天气是十分惊人的, 也因此降低了这个故事的可信程度, 那么抛弃这些实际的情况不谈, 很多人都会提出一个疑问, 那就是为何当时曹操不使用火箭来进行攻击呢? 其实并非曹操没有想到, 而是实际情况不允许而已, 为何不用火箭? 其实在曹操南下的时候, 他曾希望一举消除两个心腹大患, 然而诸葛亮借助他出众的能力, 成功说服了孙权, 两人联手对付曹操, 而曹操带领的士兵们没有掌握制造巨大战船的技术, 因此他们不敢轻易出战, 在草船借鉴的故事当中, 对于曹操来说, 他不知道的是周瑜和诸葛亮打了个赌, 希望从他那里借走十支箭, 与此同时, 诸葛亮请鲁素帮他准备了20条船, 每艘船上配备30名士兵, 船的两侧都扎着一束稻草, 利用这20条船, 诸葛亮成功完成了周瑜交给他的命题作文, 当天晚上趁着江面上起了大雾, 诸葛亮制造出了战争氛围, 让士兵敲鼓呐喊, 曹操以为敌军大军即将到来, 他下令放箭, 但并未发起进攻, 曹操以为只凭十万支箭就能击退敌人, 然而他中了诸葛亮的圈套, 由此可见, 其实曹操对于自己的水军能够从正面战胜周瑜的水军很没有底气, 这一点也可以从赤壁之战中, 曹操将舰队用铁锁串联起来看出来, 很多人对此可能会质疑为何曹操没有使用火箭, 实际上当时的天气对曹操这方十分不利, 晚上的天气阴冷, 江面上起着大雾, 而东南风有利于敌方顺流下, 如果曹操轻率的放火箭将会暴露自己军营的位置, 如果对方以火攻作为回应, 曹操一方将无法抵挡, 所以在考虑在三后, 曹操放弃了火攻的方法, 而且一向谨慎的曹操不能够确定来者究竟有多少兵力, 如果对方来的都是死士, 一旦自己的火箭将敌方的草船点燃, 而草船不顾一切冲向自己的大本营, 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, 如果曹操真的使用火箭, 诸葛亮一方可以舍弃船只逃命, 而着火的船只会朝着曹操的军营使来, 这绝对是曹操不能采取的行动, 此外, 火箭的使用与其他武器不同, 需要及时制作, 也不能长时间存放, 双方战斗开始之际, 曹操方面准备的材料并不充足, 曹操方面的想法实际上很现实, 极快速解决战斗, 当曹操下令放箭之际, 坐在船上的鲁肃明白了局势的全部, 他不仅钦佩诸葛亮料事如神的能力, 也为精明的曹操竖起大拇指, 这场战役展现了主将们的智慧, 战场上的较量总是你来我往, 而在这次诸葛亮与曹操之间的战争中, 明显是诸葛亮占据了上风, 无论是此次的草船借鉴, 还是直接将曹操打回北方的赤壁之战, 都足以证明诸葛亮智谋之惊世骇俗, 三足鼎立之势, 草船借鉴是诸葛亮那一次妙计精彩的展示, 让周瑜的胜利情绪烟消云散, 曹操的嚣张气焰遭到了击碎, 同时, 刘备一方的实力也大大增强, 如果曾经看过电视剧《三国演绎》, 一定会被这段战争中诸葛亮的妙算和曹操气急败坏的场景所感染, 而周瑜和曹操都不得不佩服诸葛亮的智慧和计谋, 在这次战争之后, 原本实力烧训的刘备一方也因为草船借鉴而得到了大力的增强, 这次诸葛亮的妙计完全改变了曹操一家独大的战局, 他也联合孙权一起对抗曹操, 实现了兄弟其心, 其力断金的局面, 曹操也由从前看不起孙权和刘备, 变得卯足了劲, 准备打下一场硬仗, 草船借鉴的巧妙妙计, 让诸葛亮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, 从而掌握了一定的主导权, 这次成功的计谋为带着刘备实现南征北战, 闯出了一条康庄大道, 虽然这场战争有着一定的偶然性, 但诸葛亮坚定的运用自己的思维和智慧, 为刘备一方成功转电战局, 为整个三国时代开启了一个不同的局面, 这次草船借鉴的战争不光只是胜负的问题, 更重要的是诸葛亮对于战争中各种条件变量的了解和掌握, 这种思考方式和思维方式恰恰是当代人所需要学习的, 因为变量才是当代战争中越来越重要的元素, 如果将这个故事放在现在, 那就是对于企业和个人所面临的问题, 往往以多元化、多变化的模式呈现, 而想走得更远, 就需要学会掌握变量, 化解危机, 结足先登, 像诸葛亮一样在人生的道路上一次次获得胜利, 草船借鉴这个故事深入分析后发现, 诸葛亮的每一个计划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, 正因为如此, 他能够在诸多混乱情况中保持冷静, 并凭借着自己的出色, 才能化解一个又一个棘手的矛盾, 协助刘备不断扩张势力, 最终确立了三分天下的局势, 尽管诸葛亮早已离世, 但他所留下的精神财富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, 千百年来, 许多臣子通过学习诸葛亮的计谋和兵法。